谁是好儿子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的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就来往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之间 他所到之处都会有好多人要跟着来听他说话 或跟着他去圣殿祷告等等 所以那些预备要伤害他的犹太领袖 一直找不到机会 耶稣也就把握着机会 不断地劝告百姓和每一个愿意来聆听的人 甚至在来往的路上 耶稣都不放弃把握机会教导门徒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们听哦 在经过一晚休息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耶稣就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了 走到半路 耶稣感觉饿了 这时候他看见在大路旁 有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 他就走上前去 在树上翻来找去 这什么也找不着 只有满满的树叶 当耶稣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指着那棵树说 既然你不结果子 那就让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结果子吧 结果 这个无花果树 竟然立刻就像被吸干了一样 哭死了 耶稣是真的好厉害 才一句话 就让无花果树哭掉了 可是下凡哥哥想 耶稣只不过找不到果子 干嘛就让一棵树给哭死了呢 更何况 圣经其他地方也还记着 这个时候应该不是无花果结果的时间呢 一般无花果结果的时间 大概是六月和十一月左右 可是耶稣他们这个时候 大约在一般的三四月间 当然是找不到呢 看来这棵无花果树是有一点无辜了 可是耶稣会这样随便的发脾气吗 当然不会 因为当时耶稣在找果子 和对无花果说话的时候 包括无花果树当场哭死 都是让门徒们看在眼里 当然有它特别的意义 门徒看着那个无花果树枯干 都十分惊讶 就纷纷问耶稣说 它是怎么做到的 耶稣就回答说 我要十分认真地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能够坚信上帝而不怀疑 那么我对这棵无花果树所做的 你们也可以做得到 不只是如此 甚至还可以能够对这种山说起来 去把自己丢到海里去 也都可以实现 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心 你们在祷告中所求的 一切都会得到上帝的应允的 门徒们十分地惊讶 对这份坚定的信心就更加的佩服 也纷纷想着 他们当中到底谁的信心可以这么大呢 说不定还偷偷地想要自己试试看 能不能表现出一些神奇的事 让别人不要再小看自己才好 其实他们想的都是怎么样可以表演出神迹 却没有想到怎么样才能真正 只听上帝的命令的信心呢 甚至连自己现在的相信 都只是为着将来有所成就 或者是可以得到别人的肯定 而继续跟随着耶稣呢 就这样一路着 耶稣带着门徒靠近了耶路撒冷 四处向百姓说话教导人 前往圣殿的时候 也责备那些人把外帮人祷告的地方 变成了自己方便献祭 而形成的一个小市场 之前耶稣也在这里赶走了那些摊贩 但是还是有些人会运用特权 在这里做起生意来 就这样他一路教导着 一路也走进了圣殿 耶稣就在那里继续来教导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就跑来见他 只问他说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权柄管东管西的 你到底仗着谁给你的权势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好吧 我先问你们看看 如果你们答得出来 我就告诉你们 我是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 我问你们 那位施洗者约翰的权柄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上帝呢 还是从人来的呢 这样的问话 小朋友一定不陌生 因为这些宗教领袖 就是常常这样的质疑耶稣 而耶稣的回答 也常常是从反问的方式 来回答他们 这些领袖们总是在想 背后的靠山或是权势 才来决定一个人讲话的分量 却没有问自己 这句话是不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说的 当耶稣一反问他们 果然他们就开始考量 施洗约翰帮人施洗的权柄 如果来自上帝 他们就应该相信 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 如果说是从人的话 那就是他自己私下做的了 那可就让他们自己 和众多相信 施洗约翰是先知的百姓 甚至他们的同伴 要对他们生气的 他们讨论了半天 结果自己互相争辩了起来 结果他们只好告诉耶稣说 这个吧 我们不知道 既然这样 耶稣也就不再跟他们说些什么 也不用告诉他 他是用什么权柄 来做这些事情了 耶稣看着这些 哑口无言的宗教领袖 还有现场好些百姓 他就继续地说 我在说一个比喻给你们听 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 就是有一个人 他有两个儿子 他对大儿子说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 这个大儿子却头也不回地 回答说 不 我不去 可是当父亲走后 他想了想就改变了主意 还是跑去上工了 耶稣继续告诉他们 那个第二个儿子 他也被父亲这样问了 可这小儿子听了 就回答父亲说 好的 爸爸 我马上就过去 但是最后 他却始终都没有出现在葡萄园里 讲到这里 耶稣就问大家 各位 我想请问这两个儿子 究竟哪一个算是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呢 现场的人就毫不迟疑地说 哦 那个大儿子才是听爸爸的话的 那时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我真正地告诉你们 那些看来你们讨厌的睡棍和犯罪的娼妓 可是要比你们先成为上帝国的子民 因为施洗约翰来了 他只是你们当走的正路 你们只是听听却不相信他 反倒是那些你们以为不好的犯罪的睡棍和娼妓 却真实地相信了他 而且真的去做了 你们看见了 听见了 嘴上叫好 却打定了心意 不肯真的相信 不照着去做 耶稣这个提到两个儿子的比喻 正是为了这些法利塞人和宗教领袖们说的 因为这些人在一般人来看 就像那个说好的小儿子 像你说什么都好 却什么都不去做 而那些因为做了不好的事情和犯罪的事的人 一开始好像就是拒绝天赋的人 可是最后想想 还是要该听父亲的话 就真的照着去做了 这才是真正天赋的孩子呢 小朋友 可不是要你一天到晚都跟爸爸妈妈顶嘴说不要哦 而是提醒我们 可以听到了不但点头答应 还要真的愿意去做哦 这样天赋会更欢喜的 小朋友看到耶稣一再地用各种比喻来提醒这些法利塞人和宗教领袖 就是因为他爱他们的 虽然有时候对他们有好多的责备 可是更是因为对他们的重视 希望他们不要读了许多神的话 教导了别人 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信心 那就可惜了 我们也一样哦 听了好多好多上帝给你的教导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着照着去做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 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我我我你我 爱小爱小我你你你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你 你 和 我 和 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